天津女排准国家队配置目标未免,上海女排冲冠多波折,四强抢人大战决定冠军归属。 摘要,排抄女排半决赛前,抢人大战再次成为热点。 2018-2019排抄女排四强赛将在春节后开打,围绕几只球队的演员成了热点。 季山东接应杜青青和福建复工正义新加盟天津女排,辽宁女排的复工胡明媛与二传孙海平近日也已抵达上海,加入上海女排的冲冠阵容。 对于这样的演员,有网友评论,上海队输了,这两个人,胡明媛和孙海平,在国家队是边缘队员。 。 果真如此……。 。 天津女排新元郑一新,杜青青。 。 天津女排是最先公布引元名单的球队,拥有天才主公李盈盈的未免冠军。 原本就实力不俗,此番引入清新组合,全队整体战斗力进一步提升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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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天机队的情况来看,接应杨毅和复工县王媛媛的对角,是两个明显的不弱点。 。 。 在第二阶段比赛中,天机队的弱点通过李盈盈的超强火力上能弥补, 进入第三阶段半决赛,漏洞万一被对手打穿,则未免难度不小。 郑一新身高只有1.87米,但胜在技术全面。 。 。 作为福建女排的绝对核心,郑一新前后排都能进攻,战术丰富,且具备后排保障能力。 。 。 去年福建队跟天机队的一场比赛,虽然福建队1比3高负,但正一新达出一组高光的个人数据,全场一传到位率69%,拿下14分,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在跟实力强大的天机队在抗衡,难怪赛后天机队主教练陈有权对于他念念不忘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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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义新。 。 杜青青本赛季从主攻改打接应,具备一定的异传能力,而且进攻能力是联赛排名靠前的接应,能够为主攻位置分担不少强攻压力,正好能弥补杨逸在进攻上的短板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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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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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李成章,但半决赛面对北京队困难不小。 上海女排期望晋级决赛再占天津队。 吴明媛虽是国家队替补,实力不容低估,尤其在去年世锦赛,她被郎平作为骑兵每每在关键时刻派上场。 在进攻效率榜上,胡明媛54%排名第二,篮网数据上,她以54个排名第二,局军篮网以0.74排名第六,得分264分排名第十。 胡明媛在进攻上的套路比较多,还可以与外援莫菲形成配合。 这船是上海女排的短板之一。主力便与嵌氏米扬的替补,表现并不稳定。 而辽宁女排在丁霞受伤的期间,孙海平的发挥可圈可点,与胡明媛断放的配合也都非常好。 去年的女排亚洲杯上,孙海平在与张艺产有过配合,算比较熟悉。 关键时刻孙海平与胡明媛的配合,也可以成为进攻套路。 胡明媛加盟上海女排。 本赛季,北京女排坐拥三名外援和多名内援,创下近年来最佳战绩,八强赛主客场双杀上海,半决赛又多一个主场优势,上海队重击冠军先北肯下北京队这块硬骨头。 此外有种说法,丁霞可能加盟北京女排,京户大战或将出现两名辽宁二船。 丁霞可能加入北京女排。一向用全华般的江苏女排,更多的是锻炼年轻球员。 江苏队的强攻实力较为突出,三个边攻手组合在联赛数一数二,但是球队的复攻位置相对较弱。 攻不强,拦不起,江苏队复攻实力不足以应对四强赛。 有猜测,江苏女排如果引员,可能是袁新月,刘燕涵或袁新月,断放。 没有硝烟的战场,一场引员大战或将决定冠军的归属。 中文字幕 初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